大家好,我是老李,今天不能出门浪了 今天再把这个钢稍微治理一下,顺便坐下维护 咱们还是首先把灯调高 然后用这个非常好用的特别小的磁力刷把这个边边角角 刮枣刀伸不到的地方,把这个枣类去除一下 记得下药前要把过滤关掉,这样的话除枣剂能起到最好的效果 每次下这个药的时候我都忍不住拍张照片,因为太梦幻了 除了黑毛枣和蓝绿枣,这个除枣剂的除枣效果都非常好 红色的这个是真叶黄罐,它现在已经发色了 迷你牛毛长得也非常密了,就剩这蓝绿枣还没有处理掉 等红梅酥到吧,然后这个青木爵上面这个小的嫩芽 这就是它新的枝叶了,老的枝叶慢慢就可以剪掉了 好久都没有拍小红了,我们再看一下它互动如狗的状态 小勺往钢壁上一敲,它就来了 我在想过两天,这一米五的钢是新满一条豆鱼呢 还让小红住进去,我觉得住在这里边还挺快乐的 红啊,到时候你要搬家的话,你千万别跳钢啊 你要是跳了就只能便宜别的鱼了 带大家看一看小红的新家吧 植物状态开钢四五天了吧,还都不错 有喷林有灌溉,都能保证,就是不知道小红咋想的了 可谢谢大家 好的 好吃